潮州雨有云 潮州躁,皇宮起 潮州人的屋子就像皇宮建築一樣 還聽堂,還裝飾 以富裕跨搖來突出表現 有潮汕小故宮之稱的陳慈雄故居 是由清朝超級富豪 窮三代精力所興建 裡面保留著潮汕民居 典型建築蜂貌 更融合了古典宮廷之美 相容西洋建築特典和材料 氣派非法 不過可惜的就是 這座民間皇宮 最終是進不了他應有的責任 屋主竟然一天都沒有入住過 大宅華麗都是形同虛切 薄財 是 虛絲 是 是 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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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冬的汕头 揭阳 潮州三史统称为潮山 潮山古代被认为是中原人士 逃避战乱的世外桃源 也是世家大族避世的海域之地 潮山人一般被称为潮州人 是华夏民族 由艺尽时期开始 为了逃避战乱 转展迁移到越冬定居 随后更山步海外 潮州称皇宫起 称是代表房屋 起即是建筑 意思即是潮山民居 是仿照宫廷的体制而建 可以与皇宫比美 潜美村 位于汕头、澄海区、龙都镇 村中环境清幽 一入村 首先会被一大片果园所吸引 时令的翻石楼就在眼前 你又怎会不想试试呢 这里的翻石楼每个都包着 现在我看到果农很细心地 把膠袋一个一个包在翻石楼上 他这样做是不希望那些虫 和在小鳥咬到翻石楼 影响它的外观 但是这么大的果园慢慢包 我想也挺辛苦的 这个果园的翻石楼 一年四季都会有收成的 让我摘一个, 试试好不好 全部包着膠袋, 用手去感觉一下 这个不用拆开, 都会看到很小 这个不行了 这个比较大, 但不太聚首 再找一遍 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因为就算透过膠袋 都会看到里面有一点黄色 而且还很大 让我拆开它试试 是不是很大呢 果农告诉我, 一摘下来就可以吃了 很爽, 很清甜 吃下去的感觉就像吃苹果一样 但闻到很香的翻石楼味 前美村的果园面积多达二千亩 而且种植的生果品种繁多 翻石楼, 泥芝, 潮州甘 都非常出名 前美村这里不单是盛产水果 而且养的我, 还是又肥又大 每个都有半个人这么高 现在我知道什么叫日鹅夜鹅 原来真的很吵 而且我相信他们应该唱歌很难听 因为每一只都有个鹅公后 前美村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更有出色的人民景观 村中文明中外的陈慈雄故居 被评为广东省最美乡村之人 在前美村, 慈雄爷起草 说的就是号称富甲南洋的陈慈雄家族 营造被称为潮州小故宫的故事 陈慈雄父亲陈焕榮是海原出身 后来去到南洋、泰国等地 经商成为巨父 而当陈慈雄继承父业之后 陈焕榮就立即回去乡下 重修村道祖屋 由同志十年开始 即是1871年 在祖居前两侧, 兴建巨贼群 可惜工程没建好就去世了 后来就由陈慈雄接手 现在我们要建一家屋 就一定会找个专业人士 建一份草图, 画个职才开工 但这个慈雄爷就真是厉害了 因为他当年只找了个风水师傅 随便看看地 就和建筑的公头 拿着植杆, 走到哪儿就量到哪儿 量到哪儿就起到哪儿 那起错又怎样? 不要紧 起错的就拆掉它再起过 因为有的是钱 所以我说这个慈雄爷 正职就是一个生意人 他业余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建筑师 正所谓万工出世货 陈慈雄六十岁 继承父亲的遗缘之后 用了差不多十八年的时间 才建了接近十座富丽堂皇的巨宅 当年建这个巨宅 可以说是养活了不少前美村的村民 原因就是慈雄爷是一个慈善家 所以当时只要你拿了一样工具来到这里 无论你做多做少 甚至不做事都一定会有粮出 每个人每天都可以出到一个大洋 除了陈慈雄之外 这里有三栋大宅 分别是属于他三个儿子 而我身后这栋的寿康里 就是属于大儿子 养建的时间足足用了八年 是 当年前美村广传一句俗语 慈雄、喜躁、好慢、流猛 有人误解这句俗语 以为慈雄爷建宅主张慢慢来 但是事实 慈雄爷建宅体重的是建筑质量 而不是建筑速度 好像他主张兴建的郎中帝 经历十年建设 其间因为质量而反复三次推倒重建 郎中帝这里 原本就是陈慈雄第二个儿子的家 这座大宅已经有成一百年的历史 但时至今天 这里的村民竟然将它改建 成为一间制衣厂 其实真的有点浪费 郎中帝是陈慈雄第二子陈立梅的宅帝 开建于1910年 占地面积超过一千五百平方米 共有大小厅房一百五十八间 1921年 陈慈雄建元郎中帝后一年就逝世了 享年七十八岁 之后他的三位公子 就接手父亲和爷爷的工作 继续在村内兴建自己的家族堡垒 制衣厂百年古宅 两件事根本大难都拯不住 但居然在慈雄故居 让我见识到这个奇景 两者居然融为一体 村民为了生活而捨棄历史古迹 冷见古宅一天一天被破坏 我又可以做到什么呢? 善居堂 陈慈雄故居内最后兴建 但是规模最大 最具代表性的建筑裙 它利用大量的西洋装饰 大宅里面大院套小院 大屋套小屋 结构复杂 而且还夹杂了双层的西式洋楼 不单是几百间厅房的窗户开关 就要用足一日时间 一座足够建了17年的超级豪宅 花了不少心肌血汗 但是最终陈氏后人 竟然一天都没住过 下一节开心到镇 会走入巨宅 感受他们的豪华气派 在民国的广东年监有业 越有华侨 建建大屋大厦 以夸耀乡里 潮山似风也甚 为房屋之规模 教之他地又为宏伟 其中慈雄爷起草 就是一个好的证明 在前尾村 占有绝大部分的建筑 都是属于陈氏家族 里面一座族的古宅大屋 古朴典雅 中华交叉 全部是凭陈慈雄三代的深血而建 当陈慈雄去世后一年 村中最后的一座建筑群 禅居堂就由他最小的儿子 陈立童接手兴建 终于来到最后的一栋大宅了 这里原本就是陈慈雄 最小的儿子的府邸 就由1922年开始兴建 但是起到1939年 日军侵佔了汕头 于是这里被迫停工 所以里面有部份的建筑物 依然还没建好 我就觉得很可惜 因为已经建了这么多年了 但是陈家的后人 还没在里面住过 善居堂 是一座以传统的 府邸式建筑为本 以西洋装饰风格为用的古宅 这种建筑风格 在清末文初时候 潮山曾经流行一时 利用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文化思想 付出于民居当中 对这间大宅给我的感觉 就是周围色彩很丰富 而且富丽堂皇 这些都是用钱买回来的 百多年前 玻璃和瓷砖 在中国是一种很罕有的物料 全部都要由欧洲进口 而这间屋主更加好之巨款 挖掘了一条混河出来 混在这些名贵的材料 你说这间屋是否用钱 堆砌出来的呢 当年在善居堂的时候 预算并没有上限 由南洋和外国等地 混来的洋货 布满全屋 瓷砖、彩色玻璃 当时叫红毛灰的水泥 都应用得很时尚 西洋文洋、罗马柱、大面积的玻璃窗 还有西洋图案和瓷砖装饰 全部都是价值不菲 以前在潮汕民间 流传了一句这样的说话 就是再富也富不过瓷熊爷 到底他怎么有钱呢 就是看他在潮汕的公司 一天所盘点的银两 是用手数都数不完 要用米豆去量 是不是很夸张呢 到了28岁 他就开始去泰国经营贸易生意了 所以这家屋里面 有很多木材都是由泰国运回来的 就像这扇门一样 就是泰国的檀木了 而这个房道的门栏 当时是要一些超级富豪 才可以安装的 好实际 禅居堂不但用料讲究 建筑格局上也很有特色 在大宅地内 中间是中国式的硬山顶平房 外围房屋两侧是两层的阳楼 形成一个内低外高 类似城寨的方形大庭院 屋顶既有家粮丐雅的传统结构 亦有栏杆阳台的西式建筑 在最高处还设有跳望台 居高临下,包揽全宅 方便于防渡防火 整座禅居堂 都仿照北京故宫的东西工格局 分成几个小院落 构成大院套小院 大屋大小屋 而当中都是传统的潮州建造格局 四点金和四马拖车 所组成的住宅忙碌 四马拖车看到的格局 就是由一座中池和四栋四点金 组合而成的 什么是四点金呢? 让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你们就知道了 经过一大门之后 我们就来到一个很大的天井 天井的两边有两排房 这些以前是工人房 对面是用来做厨房 再进去就来到大厅 大厅的两边也有两间房 这间就是主人房 好大厅 起码有200尺 那陈慈雄的家族这么有钱 他所建的四点金 都稍微大厅 稍微豪华 那他楼上就多建了一层 那我们看到 上面全部都是商房 是不是很大厅呢? 这次是商贝键 四点金 互相连接 外贝 用火汉和排屋为起 由于排屋和火汉 西墙似箭 所以称为商贝键 另外有更大型的司马拖车 后面还会建有 整片的四点金建筑 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 巨规模的小型坠落 这座大宅很大, 房间也很多 到底大成是怎样呢? 相信我告诉你们一件事 你们就可以想象得到 话说以前, 这里有个工人 他的职责就是一个窗户负责员 顾名思义他每天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开窗和关窗 每天天亮起来 他就开始一个一个窗打开 到他打开了全家屋的窗 那时已经是中午了 急急吃完餐饭 但又要扑回来 把窗户一个一个地关上 到他关上所有窗户的时候 已经到天黑了 可想而知, 这家屋真是很大 很大的 善居堂是慈雄故居中 面积最大的府邸 占地接近6700平方米 大小厅房超过200间 在1939年, 善居堂 将近员工的时候 陈氏家族因为逃避战乱 而举家离开山头 期间只有聘请的工人 看守着这座空荡荡的大宅 屋只是一件死物, 毫无感情 要人入住之后 才可以成为一个家 充满生气, 具有生命力 进入了善居室 见识到什么是豪华庄黄 什么是宏伟气派 但是就感受不到 一份令人温暖的感觉 无论他是富饶大宅 还是豪华虎弟 没有了人的感情因素 也只会变得冷冰冰 完全起不到他应有的作用 俗语又说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州人 潮州人的命运 注定要跟大海连在一起 山头南澳岛 人称潮山屏障, 吻月烟喉 湾内水域宽阔, 风平浪静 海上渔村, 渔民 捉起一望无际的海水养殖基地 成为珍贵海鲜的最宝盘 深澳镇 一个拥有丰厚人民历史的古镇 具有海、史、山、庙 立体交叉的特色 下一集开心到震 一起洋帆出海 感受岛中古镇的风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